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最近在看這個時空窩六的排行 才會看到一隻布萊丁喔 那布萊丁這隻冰爆的角色呢 其實他可以自給自足 他的大招呢就可以給自己上兩層冰晶 那冰晶的特色呢是你施放戰技的話 如果有冰晶就會消耗一層冰機再次施放 那這個其實蠻有趣的喔 那另外這個吸迪勾 沒錯齁 吸迪勾的話呢這一隻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他的這個戰技的話呢 是可以提升傷害到10次齁 所以說一直釋放的這個傷害就會提升到百分之百齁 然後呢他的這個招式呢又會在無視防禦力 但是呢其實冰爆角色有很多很強的 那吸迪勾也是紫色非常值得培養的角色齁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藍色的角色諾德齁 這是新的角色齁冰爆的定位 那他的特色是只要造成傷害 就會有30%齁20加10 讓攻擊力最高齁 自身以外攻擊力最高的冰爆友方 然後獲得一層冰晶 這個諾德的話呢他蠻適合裝備像是技能加速 又或是攻擊速度增加 因為呢他普攻造成傷害 也會有機率讓自身以外 攻擊最高的冰爆友方 所以說他這個只會讓一名攻擊力最高的友方 獲得冰晶 那你如果說只有上兩名冰晶角色的話呢 他就一定會讓另外一個人獲得冰晶喔 那所以說呢這邊的話他的攻擊速度越快 就越容易觸發這個獲得冰晶的效果 那冰晶呢就是釋放戰技的時候呢再一次釋放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冰爆角色一直有冰晶的話呢 那基本上他就會一直釋放戰技 一直釋放戰技 一直噴 一直噴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喔 布萊丁的這個戰技呢是兩次攻擊 兩次攻擊 而且呢有20%機率觸發重擊 所以說呢如果說他一直釋放戰技的話呢 基本上就跟那個特納爾南有點像 你的重擊率呢不需要撐到百分之百 只要撐到百分之八十就好了 然後呢他的大招是讓自己以及攻擊力最高的冰爆有方獲得兩層冰晶 那他開大招呢就是自己獲得兩層冰晶 因為呢這場戰鬥我只有上兩隻嘛 所以就是他開大招之後呢 他自己獲得兩層冰晶 然後呢這個藍色的諾德呢也獲得兩層冰晶喔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實際戰鬥是如何喔 我現在給他撐個重擊率是82%就好 OK那我們就戰鬥囉 戰鬥我們就注意這一隻敵人就好了喔 他現在有了冰晶然後呢 射兩劍有沒有 射兩劍就代表是說呢就是他的戰技喔 因為他只有戰技會射兩劍 好他現在有四層了對不對 然後呢戰技開始釋放 兩劍 然後就會不斷的釋放戰技兩劍 再兩劍這樣子 OK我們先不開大招有沒有 兩劍 兩劍 然後呢你看 他戰技只要釋放下去有冰晶的狀態下這個戰技就停不下來了 就一直是處於這個釋放戰技的狀態有沒有 兩劍兩次攻擊兩次攻擊兩次攻擊 如果說是吸敵溝的話呢 那他就是三次攻擊三次攻擊三次攻擊 而且呢吸敵溝是消耗冰晶的話呢 他的那個 呃技能是有50%無視防禦力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然後開大招 獲得冰爆 齁 然後這是普攻一次而已齁 還沒有釋放戰技 齁戰技了兩下 好一開始釋放戰技之後呢就停不下來了 就是一直戰技一直戰技一直戰技 OK好那所以說呢這個就是冰爆的這個隊伍 阿娜娜現在的這一個 呃限定召喚呢是有這一個辛娜 但是呢這一隻要不要抽呢 如果說你有玩冰爆的話呢 辛娜當然是一隻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是新手的話呢建議還是等 1月12號的這個日盲的累積 就是說80抽呢會再多送你一隻傳說角色 那這個卡池的話呢就會出現所有的角色 因為呢限定卡池的話呢有些神角不會出現 那另外呢我自己本身呢我是在等1月14號跟1月21號 因為1月14號的歐溝克是全體不死 然後呢1月21號是全體無敵 那這兩隻如果說一起搭配的話呢 你在時空渦流或是在各個戰鬥就可以拖很久 其實這兩隻只要有一隻就可以玩囉 而且這一次又是獨電的這個搭配 那我覺得雖然說現在看起來冰爆很強 但是呢每過一次賽季呢肯定就會出新的流派嘛 可是呢無敵跟不死的這個特性呢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我覺得無論攻擊手怎麼變 那如果說你有歐溝克又是鼠婆的話呢 這兩隻角色不論是在任何賽季的話都用得到 就有點像是阿希莉亞的全體補血 然後呢檢疫無效加上這個移除檢疫 或者是說史詩神坦加里乌斯 不論是在任何賽季 再加上說守門者之上溢出的治療量 變成護盾的這個特性 我覺得加里乌斯這隻角色 基本上也是在各個賽季各個場合都可以用得到 那我現在啊在這個編隊的地方啊 其實各個編隊啊 雖然說這個元素清合沒有對到 但是呢基本上都還是會帶一個加里乌斯 因為這隻角色真的是太萬用了 那影片的最後呢 就是我現在正在練布萊丁跟諾德這兩隻角色 看看說這兩隻角色有沒有什麼搞頭喔 那如果說你有吸敵勾的話呢 也是非常值得練喔 但我覺得現在的話呢 我先練兩隻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兩隻的搭配啊 就可以讓這個冰晶可以一直存在 然後呢在地下層戰鬥呢 也大概就是只有兩個攻擊手的位置喔 因為大概就是一個坦克兼補斯 然後攻擊下降 再來一個護盾喔 所以說評價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藍色的這個諾德啊 還蠻值得練的喔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